有些人呢会吃生菜沙拉来补充纤维 但是呢有一些蔬菜不能生吃千万要注意 第一种不能生吃的蔬菜叫做竹笋 因为竹笋里面含有氢化物 是要吃那个冰冰凉凉的凉笋啊 记得要把它煮熟以后冰镇放凉以后再吃 才不会因为氢化物导致你身体中毒 产生了一些全身无力啊 或者是一些呕吐的中毒症状 第二种不适合生吃的蔬菜叫做四季豆 因为呢里面有一种会影响消化酵素的冰激素 长期大量的食用呢会导致恶心啊呕吐啊 出现这些中毒的症状 千万要小心 第三种不能生吃的蔬菜叫做茄子 因为茄子里面呢含有茄碱 也就是常常听到的龙葵碱 那这种物质呢如果你吃下去以后 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呕吐啊腹泻啊 那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 最后也提醒呢 如果你有甲状腺方面的疾病 十字花科的蔬菜也不要生吃哦 像是白萝卜啊高丽菜啊花椰菜 不然可能会让甲状腺功能的状况恶化哦 过年期间如果想透过生菜沙拉来补充纤维的话 记得这几种蔬菜千万不要生吃哦 第一种就是竹笋 第二种是四季豆 第三种的话呢是茄子 如果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 十字花科的蔬菜也不要生吃哦 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 我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 所以我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 我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